1.雪中小狗 话说古市有个男子叫人有名 此人三十多岁 娶妻张氏 家里有几亩薄田 农贤十姐 人有名就挑着一个扁担走街串巷 做点小买卖 日子过得笔上不足笔下有余 这人有名中后世成 妻子对他很是满意 可他就是有个爱管闲事的毛病 经常因为管闲事把自己套进去 因为这个老婆不知道 已经骂了他多少回了 可每次任有名都是憨憨一笑 然后依旧是我行我素 这一天冬天纷纷扬扬的大雪下个不停 任有名起床后 看了看天气塌了口气说道 这鬼天气 怎么还下个不停 便说任有名边整理好挑的 这天气他还要出去卖东西 张氏看见了 一把扯过扁的说 下这么大的雪 你怎么还要出去 在家闲着也是闲着 说不定出去就能卖一点东西呢 说完 任有名从妻子手里拿过扁的 挑着担子冒着大雪出发了 雪从昨天晚上开始下起 直到今天早上也没有停 厚厚的积雪已经到了脚脖子了 就这样任有名冒着大雪身一脚浅一脚的出发了 不久就消失在白茫茫的大雪中 刚出了村子 任有名一不小心脚下一滑重重的摔在了地上 挑弹也开了 里面的东西散了一地 任有名叹了口气 揉了揉被摔疼的屁股 无可奈何的摇了摇头 赶紧把散落的东西收拾了起来 眼看是无法继续再往前走了 任有名决定回家 就在他转身的一刹呢 耳朵听到了一丝微弱的叫声 那声音就像是刚出生的婴儿似的 断断续续时有时无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感觉 在雪天的时候会显得比平时安静很多 平时听不到的声音在此时也会被灌进耳朵里 任有名竖起耳朵 仔细听去可声音却没有再响起 任有名朝四周看了看 只见四周白茫茫的一片 透过雪雾 四下不见半点人影 他挠了挠头 以为自己的耳朵出现了问题 就没太在意 转身就走 往前走了几步 微弱的声音再次响起 任有名停下脚步 寻声找去 只见路边的杂草像是微微地动了一下 任有名放下挑担快步向草丛走去 只见草丛上已经覆盖了一层厚厚的雪 把雪巴拉开后 一只黑乎乎的小狗出现在他面前 小狗只有巴掌大小 浑身哆嗦 腿上不知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 伤口已经被冻住了 任有名见小狗十分可怜 就把他从草丛里拿了出来 藏在身上带回了家 妻子见任有名刚出去没多久就回来了 就说 我说不让你出去 你偏要出去 怎么样 路上捡到宝了吗 这么快就回来了 任有名憨憨地笑了笑说道 宝倒是没捡到 倒是捡到了一只狗 说完 任有名从怀中把小狗拿了出来 妻子见了叹了口气说道 任你还养不活呢 怎么还有心思养狗呢 在妻子的埋怨声中 任有名把小狗当成了自己的孩子精心呵护起来 小狗也渐渐地好了起来 慢慢地长大了 二 人贩子 转眼已是第二年春天 这一天黄昏 任有名挑着挑单级匆匆的往家赶 这天生意不错 任有名非常高兴 走到一片树林时 紧跟他的小狗突然朝着树林深处叫了起来 一定是发生了什么 要不然小狗不会无缘无故的叫唤 任有名停下脚步朝树林深处看去 依系能看到一大一小两个身影 看起来像是一个小孩紧紧抱住身旁的一棵树 旁边有个男子使劲拽着的 嘴里还在不停地说着 听到狗叫声 树林里的男子朝这边看了看 随后更加用力地拽起了小孩 这时那个孩子也看到了任有名 大声叫了起来 救命 救命 听到呼救声 任有名顾不得多想 朝着孩子的方向就奔了过去 那人一见有人来了 赶紧撒腿就跑 来到孩子跟前 只见那孩子衣服已经被撕烂了 脸上也青一块紫一块的 小孩见被救了顿时哇哇大哭了起来 任有名随后赶紧把孩子抱出了树林 小孩在路旁休息了一会之后 断断续续地讲出了事情的经过 原来小孩是邻村的 这天下午正在村子里玩 碰到一个卖东西的 小孩觉得好玩就和那人说了几句话 谁知那人见思想没人 就捂住他的嘴鼻 把他塞到了挑蛋里就走 出了村来到林子里 那人把小孩从挑蛋里面拽了出来 要把他带走 就在刚才被任有名发现了 这才救了小孩一命 问清楚小孩家在哪里后 任有名打算先把小孩送回家去 就在他们要动身之际 路上来了十来个人 其中一人见到路旁的孩子 口里叫着 孩子总算把你找到了 边叫边朝任有名他们冲了过来 把孩子揽在怀里后 那人朝任有名看了看 见他身边还有个挑蛋 顿时火冒三丈 放下孩子 口中大喊 好你个人贩子 原来是你抢了我的孩子 说完 也不等任有名分辨 拽住任有名就往死里打 和他相跟的人也都一拥而上 把任有名揍了个鼻青脸肿 原来 他们把任有名当作人贩子了 就在这时 被救的小孩说话了 打错了 打错了 他不是人贩子 是他救了我 别说孩子便往人群里挤 大人们听他这样说 也怕误伤了孩子 就停了手 问明孩子 原由后 人们赶紧扶起了任有名 连连道歉 随后 孩子的大人又把任有名送回了家 回到家后 妻子见他鼻青脸肿 很是着急 那人赶紧对张氏说了事情的经过 妻子听后也是无可奈何 看着被打的丈夫既心疼又无奈 谁让他爱管闲事呢 文章创作不易 观看之余 也请留下宝贵意见 谢谢 三 被讹诈 那次被当作人贩子挨打之后 张氏曾经好好的说了他一番 管闲事 可以但不能把自己都搭进去 任有名当时一个劲的指点头 像是对妻子的话言听计从 可张氏知道他只是表面上答应了 这天晚上张氏做好饭后 就焦急地等起了人有名 他早上出门 平时天快黑的时候 基本上就回来了 可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 天已经完全黑透了 还不见人影 就在这时 汪汪的狗叫声响了起来 不用说是丈夫回来了 张氏赶紧起身来到院子里 口中说道 怎么今天回来的这么晚 借着月光 张氏看见丈夫喘着粗气 身上好像是背着一个人 进到屋子里 任有名背着的人往炕上一放 喘着气说道 快拿点水来 张氏看了看 原来是一个老太太 不用问 这又是他就回来的 埋怨归埋怨 可张氏还是没有停下手中的伙计 又是倒水 又是帮丈夫把老太太安顿好 安顿好老太太后 人有名才吃了口饭 趁着吃饭的空大 张氏问起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在回家途中 人有名又在路旁发现了一个老太太 见他晕倒在地 就把他救了回来 张氏见老太太这个样子 就担心地说 你救人我不反对 可他毕竟年纪大了 要是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 你可就说不清楚了 哪有那么多事呢 这世上还是好人多 任有名满不在乎的说 一夜无话 老太太一直在睡觉 第二天早上 老太太醒了过来 老太太醒来后 见被人救了就说了一番感激的话 并告诉任有名他家的地址 让任有名告诉他的儿子 把他接回去 任有名按照老婆婆说的地址 很快就找到了他家 却是大门紧锁 任有名无奈只好返回了家 回到家后 任有名和张氏一商量 就决定把老太太送回家去 又过了两天 老太太身体已经好了 也能下地走路了 任有名就和老太太 像跟着朝家里走去 到家时 老太太的三个儿子正好全在 见多着不见的老娘回来了 兄弟三个很是高兴 把老太太安然无恙地送回家后 任有名就要往回赶 这时几天也没说话的老太太突然开口了 急什么 你弄伤我把我送回家就没事了吗 听老太太这样说 任有名一头雾水 怎么是我把你弄伤的 明明是我救了你 怎么能这样说呢 这时老太太的三个儿子也变了脸色 一个个凶神恶煞似的看着任有名 任有名赶紧把那天救下老太太的事情 对他们说了 没想到老太太还没等她说完就大哭了起来 你这个糟雷批的 那天明明是你走路走得急把我撞倒在地 怎么到你嘴里就成了你救了我 还有没有天理 兄弟三个听老娘这样说 其中一个上去就拽住任有名的一领 骂道你弄伤了我娘 现在反倒说是你救了人 我看不答你是不成了 说完弟兄三个一拥而上就把任有名打倒在地 打了一会兄弟三个住了手 其中一个说道念在你还把我娘送回来的份上 我就不报官了 不过你得拿出点钱作为补偿 任有名此时浑身疼痛 心里既生气又后悔 看了看弟兄三个 无奈地把身上仅有的钱拿了出来 弟兄三个这才放过了他 回到家后妻子见了他这般模样 问您经过后叹了口气说道 我早就告诉你不要多管闲事 你偏不听 这下好了 我不和你多说了 我这就回娘家去不和你气肚子了 说完 张氏收拾好东西气冲冲地朝娘家去了 任有名此时话也没多说 他不知道他到底错在哪里 四大难不死 妻子已经走了半个月了 这天夜里任有名简单吃了口饭 就睡下了 突然听见小狗汪汪地叫了起来 任有名起身走到院子里 只见院门不知什么时候打开了 他走到门口朝四周看了看 只见门口躺了一个女人 半夜三更妻子不在家 一个女子躺在门口 到底就不救 救他吧 这些年因为多管闲事 不仅挨过打还赔过钱 连妻子也被气走了 不救吧 因为自己的冷漠 就会让一条鲜活的生命死去 到底该怎么办 思来想去 人有名决定救人 他把女子扶到家里后 为了避嫌 就计划去丈母娘家把妻子叫回来 张氏这些天虽说在娘家 可心里始终放心不下丈夫 这天夜里 他悄悄地回来了 只不过他走的是另一条路 来到家后见丈夫不在 屋里却躺着一个女人 张氏顿时火冒三丈 转身又回了娘家 任有名来到丈母娘家后 听岳父说妻子刚走 就急匆匆地往回赶 谁知刚出门 就被妻子劫了下来 见妻子怒气冲冲地看着他 任有名以为妻子也为自己 又就人才生气 就想开口解释 谁知没等他开口 妻子就骂道 好你个人有名 你管闲事也就罢了 竟敢背着我找起了女人 妻子的叫海声把岳父也惊动了 岳父来到门外 听女儿这样说也是气不打一处来 抡起身边的木棍就朝着任有名打了过去 任有名见识不妙 赶紧就跑了回去 到家时女子已经不见了 就在任有名纳闷的时候 妻子和岳父追了上来 两人来到屋里以后 话也不说就在屋子里找了起来 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女子 这时张氏说道 说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任有名这才把救了女子的事情 对妻子说了 妻子听了将信将疑 见丈夫那副可怜的样子 张氏选择信任了他 半个月之后的一天 任有名出门走进去 因为多喝了几杯 回家时天已经黑透了 走在山路上伸手不见五指 加上喝了酒 一不留神脚下一滑 人有名就滑到了山沟里 随后就人事不知 妻子张氏见丈夫还没有回来 心里十分着急 这时就像是有心灵感应似的 小狗突然叫了起来 便叫便咬着张氏的裤脚往门外走 张氏赶紧跟着小狗跑了出去 走了好几里路 在一个山沟边 小狗停了下来 冲着沟底叫了起来 张氏也发觉出了异常 冲着沟底叫了几声 沟底却没有丝毫反应 就在这时 路边的草丛里发出了一声声音 叫什么叫 我在这里 仔细看去 原来丈夫好端端地在那里躺着 身上没有一点伤 只是浑身都是酒味 随后张氏把丈夫扶回了家 第二天 任有明醒过来后 张氏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任有明想了半天 说道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只记得昨天走到那里的时候 脚下一滑就直直地朝山下摔了下去 快到山底时 我觉得有个人在下面拖住了 我又把我放到了路边的草地里 说完任有明拍了牌身上 昨天回家后倒头就睡 也没顾得上脱衣服 早上醒来后 只觉得腰间硬鼓鼓的 解开腰带后 一个包裹掉了出来 一祸间 任有明打开了包裹 里面都是白花花的银子 到底是谁救了他 银子又是哪里来的 任有明百思不得其解 猛然间 他想起了那个被他救回 又消失不见的神秘女子